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白月光好转后才想起消失了几天的我 给我打了几通电话却无人接听 他在社交软件上给我留言 闹够了就接电话 不要太过分了 可他不知道的是 被他飙车撞死的那个人 是我 人死了之后会是什么感觉 从前的我总是在幻想 死亡也许是一刹那的巨大痛苦 也许是平静缓慢的消失过程 也有可能仅仅像现在这样 满地刺眼鲜红 车胎摩擦地面的刺鼻橡胶味 混着汽油味萦绕不散 血泼里的女人还微睁着眼 倒下前像跟羽毛似的 轻轻飘飘 只是空洞地看着那辆黑色轿车 驶远 这个人是我 而不久前 开着车撞死我却没有片刻停留的人 是我青梅竹马的丈夫 七岁那年 院长告诉所有小朋友人死之后会有灵魂 灵魂是干净透明的颜色 没有人会看见 所以能随意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只是那时在一群吵闹的孩子之中 为了引起那个人的注意 我故意反驳说这些都是骗人的 顾橙果然抬起头了 淡得像水色的眼睛 让人想起冬末最冷的时候 福利院那口荒废的井 里里外外结满了冰 即便等来了春天 融化出依旧是刺骨的水 这双眼睛万年不变 陪我从福利院逃出来时是这样 答应和我在一起时是这样 说爱我是这样 为了别人放弃我时也是这样 我在喧嚣的人群和车流里站起身 茫然看着地上躺着的另一个自己 脱离了肉体的灵魂 会暂时被牵引着跟随肇事者 于是不得不跟在那辆熟悉的车后 一路飘到了医院 顾橙的脚步有些急 从后座抱起昏迷的宋千千 冲进急诊室 擦身而过时 唇角因为紧张而紧紧拧着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模样 焦急担心 自然且在正常不过的情绪流露 却是我花了二十几年的努力 都没有拥有过的 顾橙永远冷静自持 永远分寸周到 滴水不漏地和我 共度了二十几年人生 急诊护士和医生 迅速推着救护床过来 大喊着让周围的人疏散开 手术室门前亮起红灯 和不久前冷风呼啸的马路上 那滩刺眼的鲜红色一样 顾橙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眉头紧皱地等待着 偶尔拿出手机 却始终没有解锁看一眼 界面上显示着十分钟前 我曾拨打过一通电话 无人接听 我跟在长椅旁 慢慢蹲下身 仰头看着手术室的大门 也不知道顾橙能不能听见我说话 原来死是这种感觉呀 轻飘飘的 好像一瞬间就结束了 院长说得对 人死之后的灵魂是透明的 像水和空气 没有人能看见 连你也看不见 可是顾橙 我还是好疼啊 几个小时过去 宋千千终于从昏迷中悠悠转醒 睁开眼的第一时间 便是看向床边的顾橙 像是认定了她一定会出现在那里 顾橙也确实如此 这么多年来 宋千千的名字 是我逃不开的魔咒 时时刻刻横在我和顾橙之间 顾橙 谢谢你救了我 病床上的宋千千脸色苍白 却笑得漂亮明媚 像一株盛开在冬季冰天雪地里的花 顾橙闻言 神色柔和下来 嗯了一声 上前帮她裹了裹被子 没事就好 我飘在病房门口 看着他们举止虽算不上出格 却处处透着熟人的亲密 仿佛一切本就该这样 缘就该如此 我青梅竹马的丈夫在病房里 细心照料着另一个女人 而她名正言顺的妻子 在她的车下死不瞑目 最后记住她模样的 仅仅是一群围观的陌生人 等这次出院了 我请你和温盈吃顿饭吧 宋千千笑了笑 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 温盈呢 你们还没和好吗 不出所料的 顾橙在听到这个名字时 下意识皱起了眉 我蹲在她面前 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觉得好笑 皱什么眉呢 反正以后也不会再缠着你了 顾橙 是你亲自杀了我呀 见顾橙没有说话 宋千千体贴地笑了笑 安慰到 温盈大概还在闹脾气吧 就像小时候一样 她总是性子倔强一点 不肯服输 不如你打个电话给她 我来帮你劝劝吧 宋千千表面一副 善解人意的模样 却最是清楚 我介意什么 倘若这通电话 我真的接到了 和顾橙免不了 又是一顿争吵 顾橙仍然皱着眉 但既然是宋千千提出来的 她便不会拒绝 于是拿出手机 点开许久前的未接通话 回播了出去 通话里的都声响了很久 最后传来机械的提示女声 您拨打的电话 暂时无人接听 顾橙对我的耐心总是不多 在第二通电话 想起盲音时 便冷着脸挂断了 算了 她要闹就继续闹吧 这话听着熟悉极了 从前顾橙也总是这样说 就像我当真是那样 爱无理取闹的人一样 我在房间里 兴致缺缺飘了半圈 听着他们你来我往的对话 直到顾橙出门 给宋千千取药 医院一楼人来人往 取药的窗口 播报到下一个名字 救护车声在这时 有远极近地停在门口 从车上被抬下来的救护床 盖着一层白布 上面的人已经死了 来来往往 没有人为此侧目 那块白布下 却忽然垂下一只没有血色的手 有个闪着细光的东西 光当落了下来 顾橙直扫了一眼 愣了一下 接着很快又转开视线 抬到了取药的窗口 我看着自己的尸体 被匆匆抬走 甚至连跟上去 看最后一眼 也做不到 宋千千说得对 我是个倔性子又好强的人 不合手的戒指 倔强地戴了好几年 不爱自己的人 也死磕硬碰了半辈子 到头来 依旧什么都没有 和从前一样 孤身一人 顾橙是在第二天凌晨回家的 客厅里一片黑暗 出门前 没关上的窗户 灌进来寒风 窗帘哗啦啦作响 顾橙换下了鞋子 环视一圈空空的房子 又皱起了眉 就在几天前 我和顾橙大吵了一架 前所未有的激烈 原因说来也好笑 又是因为宋千千 有时候 我甚至在想 顾橙并不是不清楚 我的患得患失 他只是习惯了冷眼旁观 或者说是乐在其中 就像他眼下 从医院里陪完宋千千 回家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给我养的花浇水 顾橙不爱我 却可以爱我养的花 多讽刺 几声电话铃 打破了屋里沉闷的寂静 顾橙拿出手机 看清来电后 脸色更差了几分 新来的助理在电话里交代 事情已经让人处理好了 顾橙抬手揉了揉眉心 没什么情绪起伏 知道了 这个人从来都是冷漠的 我漂浮在沙发上 看着面前那扇 没有自己倒影的落地玻璃窗 忽然有些惋惜 惋惜那痛 没有被接听的电话里 或许有顾橙想要听见的 例如 我得了很重的病 即便不死在顾橙的车下 也不剩多久的寿命了 例如 我终于想通了 不想再折磨自己了 挑个好天气 就把婚礼了吧 可惜这些 没有人会听到了 二十几年前 我和顾橙在同一所福利院里长大 这座废旧的院子里住着 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 政府提供的补贴少之又少 老师们一个接一个离开 最后只剩下年迈的院长妈妈 苦苦支撑 那段日子过得艰难 最冷的冬天 院子里供不上暖 食物也短缺 但即便如此 在一群营养不良 而面黄肌瘦的孩子里 故城依然是最出众的那一个 皮肤白皙 睫毛纤长 衣上永远干干净净 恶劣的环境下人的劣根性 总是得以催发助长 院子里的小朋友 不知从谁开始窃窃私语 说故城并不是没有爸妈 故城是私生子 是那个年代里 最剑步的光的存在 起初言论只是私下流传 故城不理会 不辩解 不在乎 后来情况愈演愈烈 几个大孩子仗势欺人 总是明理暗理针对 甚至扬言要把故城赶出福利院 那天也不知是哪里生出的勇气 在一群高大的孩子 围在瘦小的故城面前时 同样瘦小的自己冲了过去 连扑带摇 把一群人吓跑了 再转过身 故城同样面带错愕地看着我 在这双干净似水的眼睛里 我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倒影 于是以为只要认真注视着 这双眼里便早晚会有我的影子 现在想来真是荒唐无比 水中倒影 故城看向我时 眼里从来都空无一物 我死后的第三天 宋千千出院了 故城前一晚睡得不太好 冷着脸在客厅里抽了很久的烟 起身时带倒了茶几旁的蓝色花瓶 那是去年我亲手做的 故城烦躁地将它从地上捡起来 捡花瓶碎了 便转身毫不犹豫 扔进了垃圾桶 出院这天宋千千如约邀请了故城吃饭 只是到了餐厅又皱起眉 说想吃清淡一点的家常菜 不如你给我做顿饭吧 就像以前给我做过的 宋千千笑起来 活泼地眨着眼 故城果然答应了下来 开着车去买食材 接着带宋千千回到了家里 房子当初是故城买的 她自然带谁回来都没问题 更何况 我早就已经死了 我蹲在沙发旁抱着膝盖 听见宋千千在厨房里 夸赞故城的厨艺好 不愧是故总 果然样样都精通 宋千千笑着打趣 故城闻眼 却愣了一下 聪明如故城 其实也不是什么都会 比如做饭这件事 怎么完整打一颗鸡蛋 油温几成可以下菜 或后要怎么精准控制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教她做这些 就像当初在福利院教她 怎样反击那些坏孩子一样 只是后来她选择保护的人 是宋千千 连好不容易学会的做饭 也从来没有为我做过 宋千千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反应 顿了一下又笑着问 温盈还不肯回来吗 故城脸上又出现了不悦 冷冷道 还在和我闹脾气 宋千千于是笑笑 有意无意道 我记得温盈从前脾气也没那么大 大概是想用失踪来 让你先低头吧 果然还是小孩子性子 顾城文言脸色更差了 不再说这个话题 只是拿出手机又拨通了电话 机械女声再一次响起 仍旧无人接听 顾城的耐心终于告庆 打开手机里的聊天软件 从最下面找到了我们的聊天框 上面显示的聊天内容 在上一周之前 我每天一问 顾城今晚回来吃饭吗 得到的是千篇一律的不回 忙 而那时 正是宋千玉回国不久 顾城黑着脸 打下再闹 就别回来了几个字 顿了片刻又删掉 重新发送 闹够了就接电话 不要太过分了 我漂浮在一旁 看着这几个字 显些笑起来 事到如今 顾城依旧觉得 我在要小孩子性子 就像从前吵架那样 满肚子委屈走的人是我 最后灰溜溜回到 他身边的人也是我 顾城太肆无忌惮了 永远都扮演着 游刃有余的角色 我还没欣赏够 他抿着唇角黑脸的模样 门铃这时 却响起了 家政阿姨开门进来 见到顾城 这个点在家有些诧异 但很快恭敬地 打了声招呼 顾先生 顾城点点头 视线忽然落在 阿姨手里的东西上 那些是什么 袋子里装着 大大小小的瓶罐 几包深褐色的液体浓稠 散发着浓重的辛苦味 宋千千立刻抬手 扇了扇鼻子 阿姨抬起眼 像是有些疑惑 随即回答道 这是太太一直在吃的药 犹豫了片刻 又问 顾先生 太太两个月查出了血癌 您不知道吗 顾城一正 半晌之后 才像是没听清似的 满脸错愕 你说 什么 我是个孤儿 自计时起 我就生活在 那个舅舅的大院子里 外面的人馆 这里叫福利院 是没人要的孩子 才会来的地方 可我也不是没人要 我有院长妈妈 木窗台上有一株 属于自己的小花 一张舅舅的小床 在后来 身边有了顾城 虽然总是我在缠着她 顾城不爱说话 不爱和其他孩子相处 多数时候 总是自己安静 待在门前一坐 便是一个下午 后来院里的孩子欺负她 我便摇身一变成了 整个院子最泼辣的女孩 后来她体弱多病 我便在自己都照顾不好的 年纪学着照顾另一个人 顾城终于和我说话了 说的是你能不能 不要再跟着我了 我傻傻一笑 觉得她声音真好听 也不知道是搭错了哪根筋 就这样厚着脸皮 纠缠了好多年 直到宋千千出现了 千玉 千千 多好听的名字 穿着漂亮的碎花小裙 柔软乌黑的长长头发 让文静乖巧 和我简直是天差地别 我不在乎这些东西 可顾城的视线 开始跟随着宋千千了 有时候我在想 上帝真的存在吗 为什么我许下的愿望 从来没有被听见呢 八岁那年 我祈祷我的小花健康成长 可它死在了再也不会到来的春天里 我只剩下院长妈妈和一张舅舅的小床 后来小床倒了 院长妈妈也老了 十六那年 我祈祷七代已久的家人 那对和蔼的夫妇 站在我和宋千千之间犹豫 顾城好听的声线响起 说的却是带千千走吧 于是我留了下来 留到四季轮转 终于成长独立 留到顾城说在一起 留到宋千千又一次回来 厄运对我的捉弄 却远不止如此 我患上了血癌 骨髓配型不成功 一次次化疗 几乎掏空了身体和精力 我没有力气再思考任何问题 只想放下所有事情 找一个安静的小城镇 平平静静度过余生 可拨出去的最后一通电话 无人接通 就像我荒诞的命运 始终无解 顾城那天 盯着那袋要看了很久 接着将罐子尽数打开 冷笑着通通扔进了垃圾桶里 这就是她想的新招数 面前的男人神色冷静 甚至勾起了笑意 为了让我低头哄哄 连咒自己的事情也不在乎了 温盈也真是的 宋千千显然也不相信 笑了一下 再怎么闹脾气 也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 阿姨看着垃圾桶里的要直摇头 什么也没再说 你知道怎么联系她对吧 顾城不肯善罢甘休 打个电话告诉她 我有的是时间陪她演戏 如果不愿意回来 那就再也别回来了 说完便起身 准备送宋千千回家 临走前又回头道 把家里她的东西都撤掉 既然她要走 就干脆利落点 阿姨和宋千千文言皆是一愣 后者很快又勾起笑容 亲密地拉着顾城的肩膀 温盈只是还没想清楚 别生气了 顾城 快送我回家吧 大门声开启和尚 俩人的步伐声 很快消失在这里 我漂浮在原地 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触 这栋我和顾城生活了 几年的房子并没有太多回忆 顾城总是有开不完的会议 处理不完的事物 我排在她的工作之后 排在宋千玉之后 排在永远数不到的下一个选项 于是我们之间就只剩争吵 顾城说 我总是无理取闹 也许确实是这样 我绕上房子二楼 最后看了一眼冷清的房间 接着没有回头地离开了 不再受限跟在顾城身后的事实 让我有过片刻的雀跃 我飘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人来人往 没有谁能看见我 我回到曾经的大院子 里面冷清落魄 早就年久失修空无一人 最后的最后 只能重新回到别墅里 整个偌大的世间 没有一处可以收容我 顾城大概也清楚无比 所以才会笃定 我无论如何都会回到他身边 他在赌 也赌对了 我在房子里等了五天 五天后的凌晨 一身酒气的顾城 终于打开了大门 这五天里 他去了哪里 是不是和宋玉玉在一起 这些我都不在乎了 只是冷眼看着面前的男人 一如往常开始浇花 顾城找遍了客厅 始终找不到平日里的喷壶 落地窗外的花不见了 不仅如此 整个房子里 所有属于我的东西 都如他所愿消失了 很多年前 顾城对我说的那句 能不能别再跟着我 今天终于变成了线头 顾城站在原地 愣了有点久 接着轻声难难道 温盈 你就那么想让我低头 我没听清她的话 但看见顾城拿出手机 拨通了助理的电话 冷声说出一个医院的名字 查查这所医院 最近有没有一个 叫温盈的病人 助理的速度很快 不仅查到了我的医生和病例 连做过的每一次治疗 都详尽无比 顾城捏着那叠厚厚的诊疗书 指尖摸到发白 他人呢 人现在在哪 助理文言有些犹豫 垂着眼回答 太太应该是早就有打算 所有东西都处置好了 到现在还没找到人 另外 助理拿出一份协议书 递给顾城 这是太太托人 早就拟好的离婚协议 这几张薄薄的白纸黑字 像是彻底惹怒了顾城 顾城脸色极差 连看也没看揉碎 扔进了垃圾桶 顾城 身后的宋千千 立刻上前安抚她 别担心了 温盈不是小孩了 自己会有分寸的 也许只是想让你着急 故意躲起来了呢 毕竟温盈的性格 顾城看了她一眼 打断道 我去找她 宋千千一愣 笑得有些牵强 下一秒身形一晃 咬咬牙 模样苍白 顾城 我身体有点难受 不如先送我回家休息吧 别墅里的灯光 温馨柔和 房间亮着一盏微微的光 照亮了床边那个身影 顾城终究是 陪在了宋千千身边 无论什么时候 和宋千千相比 我总是被放弃的那个 宋千千嘴角带着得意的笑意 轻轻叫了一声 顾城的名字 床边和着眼的人 在睡梦中 微微皱起了眉 似乎是做了不愉快的梦 睁开眼的前一秒 尼南的名字 却是温盈 宋千千伸出的手一顿 表情错愣 醒了 顾城站起身 面色带着晦暗的疲倦 好好休息吧 说吧 没有犹豫地转身离开 宋玉千在背后 下意识叫了他一声 这一次 顾城没有再回头 顾城开始找我了 在我消失的许久之后 我看着他找上了我的公司 得到的是我早就离职的消息 我看着他三番四次拦下 主治医生 医生只是摇头告诉他 我在半个月前 已经放弃了治疗 顾城第一次显露出了迷茫的表情 是啊 除此之外 我还能去哪里呢 我没有什么朋友 更别提暂时的亲人 我把顾城 当成了唯一的依靠 而在很久之前 顾城确实也对我好过 那时候的冬天太冷 八岁的顾城 别扭地把唯一的被子分过来 两个小小的身影 挤在黑暗中互相取暖 福利院的食物总是短缺 积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顾城会在一群大孩子的争抢之下 拼命为我留下半个包子 又装作毫不在意递给我 可人心最会改变 直到宋千千出现 顾城在那对挑选孩子的夫妻面前 一句话断了我的美梦 慈祥和蔼的院长妈妈因病去世 新院长贪污受贿 甚至将手伸向了我 一个寒风依旧的清晨 我逃了出来 身后跟着沉默的顾城 他垂着眼 模样有些愧疚 抬起头看向我的神情却坚定 温盈 我带你走 一周很快又过去 顾城依旧没有我的消息 我的灵魂已经开始变得隐约 连自己也快看不见自己 这天下午 顾城终于来到了警察局 警察对他询问一番 抬了抬眼 接着车子驶到了那家医院 后来又一路到了殡仪馆 两个多星期前 送来了一具没有人认领的尸体 你看看 顾城的脚步像是被钉在了原地 只是死死盯着那块惨白的布 双眼星红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躺在这里 面前的人像是在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表情急沉 语气冰冷甚人 我让你们找人 你们却是这样敷衍我的 赶来的宋玉玉想要上前掀起白布 却被顾城一声怒吼吓住了 滚开 我说了那个人不是他 不是温盈 为什么都在骗我 顾城额间青筋崩起 连带着肩膀也颤抖着 为什么 在场的人皆屏息 不敢再靠近 我漂浮在顾城身侧 冷眼看着他崩溃又痛苦的模样 只觉得荒诞讽刺 从前我满心满眼是他 顾城全然看不见 我在冷清的房子里 一日复一日等着不回家的人 在冰冷的医院 咬牙忍受化疗的无边痛苦 可顾城 那时的你又在哪呢 可笑他心里从来都装着另一个人 却在我死后开始爱我了 世间因果荒唐 顾城 倘若你知道亲手杀了我的人是谁呢 从殡仪馆回来后 顾城彻底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的躯体 所有的时间都将自己关在杂乱漆黑的房间里 日复一日发着呆 后来警察告诉他 我的死并不是因为癌症 而是车祸 顾城混沌失焦的眼睛恢复了一点暗淡的颜色 着手调查整件事情的真相 白天像机器一般不停运作 晚上便借着酒精不断麻痹自己 可顾城梦不到我 因为我从不肯到他的梦中 只是短短几天 助理的电话打了过来 对面的声线颤抖 支支吾吾着不敢说 但人的第六感有时准确的可怕 比如那痛没接到的电话 医院里擦肩而过落下的那枚戒指 车祸处理时 对方没有任何亲友在世 所以格外轻松 顾城呼吸顿住了 咬着牙让助理把话说完 顾总 助理战战兢兢 半个月前 那场车祸去世的人 就是太太 砰的一声 桌边的杯子 被应声碰倒顾城的呼吸 急速又沉重 不断起伏的胸腔 像是有什么要抑制不住 翻涌而出 下一刻 一口黏腻的鲜血喷涌出 直直滴落在地毯上 鲜红色 四眼夺目 一如那晚寒风呼啸的马路上 我死不瞑目 血泼之中望着他离开 顾城的身体急速恶化 很快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宋千千哭着来看望 无论几次 顾城却从来没见过他一面 直到某天清晨 顾城看着窗台那株花 忽然问助理那是什么 顾总是枝子花 顾城顿了顿 视线落在洁白的花瓣上 忽然喃喃道 温盈以前种过的 那个破旧的老窗台 我不知所踪的小花 宋千千再一次来到医院 这一次顺利见到了顾城 只是顾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 我要去自首了 宋千千愣住 几乎立刻反驳道 温盈已经死了 你现在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就算没有了他 你还有我呢 顾城 别去了 顾城文言没有任何波动 片刻之后 才勾起唇角急浅地笑了一下 如果那天我没有救你 温盈是不是就不会死了 只一句话 宋千千错愣地将在原地 不可置信 但顾城没有再理会他 吩咐人办理好出院 临走前又返回来 带走了窗台上那盆花 新一年春 细雨飘摇 万物复食 顾城因自首入狱 车祸 逃逸 致人死亡 审讯的警察在离开前告诉顾城 那晚如果他能及时回来 将我送往医院 我便不会死在那里 顾城垂着眼 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 神色不明 却是又吐了一大口鲜血 我的灵魂 已经越来越飘渺 直到最后只剩下虚虚一层 有两个身影出现在我身旁 看不清楚模样 你的时间到了 跟我们走吧 我点点头 最后看了一眼椅子上狼狈的人 结局已经尘埃落定 但心里倒没有太多快意 我对顾城没有爱 也没有恨了 只剩一张白纸式的空荡荡 就像我曾经短暂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自然一身 孤身一人 有过一位慈祥的院长妈妈 一张小床 一株小花 番外 顾城 顾城和温盈的第一次见面 在福利院那堵长满爬山虎的老墙下 还是夏末 太阳毒辣的高悬空中 顾城甚至能看见 温盈鼻尖渗出的微微汗珠 一张郭燥的嘴 倔强地追问他 叫什么名字 顾城没有回答 一半是出于不想搭理 一半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送他来到这里的人在路上叮嘱 从今往后他叫做顾城 但这并不是他真正的名字 他的本名见不得光 如同他阴沟下见不得人的身世 顾城对福利院里的生活 适应得很快 但依旧不和院子里的孩子相处 其中除了那个叫温盈的 顾城第一次见识到了 人的经历和耐心上限在哪里 因为温盈实在很吵 总是追在身后问东问西 大有顾城不开口不罢休的意思 院长昨天奖励了我一盆花 你想要看看吗 但先说好了 只能看 不能摸哦 顾城不搭理 温盈便轻车熟路换了个话题 今天的午饭没吃饱吧 在这里吃饭都靠抢 你太斯文了 只有挨饿的份 温盈把手里藏的包子递出去 顾城不仅没接 甚至连眼皮都没抬 这回温盈像是没辙了 跟着顾城坐在墙下 仰头看着爬山虎之凡夜貌 阳光从枝叶缝隙投下错落的阴影 你的名字叫顾城对吧 顾城睫毛颤了颤 没动 温盈扭头朝他笑 样子有点傻 很好听的名字 福利院里的日子日复一日 枯燥和乏味在漫长的时间里 变得更加难熬 顾城成了院里那群大孩子 消磨时光的乐趣 私生子 见不得光 这些词语对顾城来说 甚至算不上什么恶毒的话 他听过令人喊到骨子里的咒骂 来自那些道貌黯然的大人 甚至是被他称作亲生父亲的那个人 但顾城没想到温盈会那么生气 若不禁风的瘦小身体 居然能连铺带咬下走了一群人 顾城猜自己脸上的表情一定很错愕 也许还有点傻 因为从来没有人会因为几句骂他的话而生气 连他的亲生父母都抛弃了他 放任自己在这个老旧的院子里自生自灭 温盈又在逞什么能呢 顾城很快收回了表情 在温盈又一次跟在身后时 转头面无表情说 你能不能不要再跟着我 顾城心里其实有些动摇 或者还有一丝微妙的害怕 但温盈只是顿了一下 又露出了很傻气的笑 有没有人说过 你的声音很好听 顾城有时在想 人在一成不变的环境里 是会被同化的 他待在福利院的第三年 知道了院里那棵树什么时候会开花结果 知道了每一只途经的大雁 会飞往什么方向 顾城依旧别扭 但他开始学着回应温盈对他的好 比如他已经长得足够高大 能够挡在温盈身前 不再需要保护 比如他开始学会每一顿饭 为温盈偷偷留下一个包子 在饥寒交加的冬夜里 把自己唯一的被子递出去 顾城没有什么志向 他甚至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未来 在这个破旧的大院子里 和温盈每天仰头数天上的云 日子就这样又慢又满足地过去 这是顾城能想到的最好的未来 直到宋千千出现了 宋玉玉和这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至少和温盈不一样 温盈太吵闹了 浑身上下总有使不完的劲 对任何事情都充满旺盛的好奇心 而宋千玉是温盈的另一面 安静乖巧 从来不过问任何东西 顾城开始留意宋千千的一举一动 甚至不知不觉间把心偏向了他 顾城亦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问题 他从来没有要求温盈对自己好 所以自己对谁好也不需要被固定 于是无论是人前拼尽全力的保护 还是深冬里的互相取暖 又或是每顿饭后特意留下的食物 宋千千成了顾城所有选择的第一答案 而温盈却始终如一地对他好 直到那对挑选孩子的夫妻出现在福利院 顾城看到了宋千千渴渴望的眼睛 同样也看到了温盈满眼期盼的模样 和握紧的双手 顾城决定帮谁一把 那句带温盈走吧 胡在嗓子里绕到舌尖上 最后说出口的却是带谦谦走吧 彼时的顾城和未来的顾城都没想过 后悔的滋味这般苦涩又难挨 而他下定决心用后半生做补偿 到最后也没能做到 因为温盈消失了 彻底地不可挽回地 消失在他往后的所有人生里 回忆在这里像是出现了断层 顾城睁开眼 面前还是那个空荡荡的房子 从前被他打碎的湖蓝色花瓶 残旧地摆在桌前 里面只有孤零零一枝枝子花 是顾城在某天夜里 狼狈地从垃圾厂里捡回来的 顾城很少做关于温盈的梦 即便是梦见了 也只是小时候的温盈 坐在院子的老墙下 一遍又一遍问自己叫什么名字 顾城依旧不回答 但这次不是因为不想 而是因为不敢 成年后的温盈从不愿意来自己梦中 顾城害怕连小时候的他也见不到了 人总是在失去后才会幡然醒悟 顾城觉得自己实在活该 实在见得可以 因为深知温盈对自己的依赖 而心安理得 肆无忌惮 甚至在年复一年的被爱里忙了眼 野了心 顾城也从来没幻想过 如果重来一世会怎样 他只是觉得七年的时间仍旧短得可怕 走出那座监狱 想起的依旧是那年 站在冰冷的殡仪馆里 指尖颤抖 呼吸停止 用尽了全身力气 也无法再往前踏出一步 所以顾城做出了决定 就像十几年前那样 再一次跟着温盈走 于是他挑了一个阳光不错的下午 私心希望死去的模样 不要太难看 闭眼前一刻脑子里走马观花 画面分杂铺絮 最后只定格成一个问题 如果再见面 需要说些什么呢 温盈 你心心念念的小花 我给你带来了 故事二 那天老公出差 我独守空房 等一个网红主播的睡衣秀 这个女主播叫甜心小宝贝 身材真好 长得也漂亮 今天的睡衣秀很火爆 甜心正躺在床上 展现睡衣的美 很快 直播间气氛热烈起来 因为一个男人的身体 不小心入了直播镜头 直一眼 我就愣住了 那男人左肩膀上的心形胎记 怎么跟我老公的这么像 我蹭得坐了起来 慌忙抓起眼镜戴上一看 心立刻沉入谷底 这个胎记被老公戏称是 上辈子我的吻痕 同样的大小形状颜色 虽然没有看到他的脸 但我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男人就是我的老公了 深夜十二点 我老公在一个女主播的床上 还光着身子 我慌忙拿起手机 立刻给我老公打过去 果然直播间里传出了 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 手机铃声 老公挂断了我的电话 很快发来一条微信 再陪客户喝酒 老婆早点睡 我死死攥住手机 告诉自己要理智 可甜心的话 像是一把刀插在我的心上 不好意思粉丝们 我男朋友乱入了 这睡衣太好了 男人扛不住 赶紧下单吧 相恋三年 结婚五年了 我老公陈锋 竟然会出轨 我扑倒在枕头里 哭了整整一夜 我哭着打电话 向闺蜜诉苦 闺蜜义愤填膺 最后问我 莎莎 你准备怎么办 离婚吗 我很迷茫 陈锋出轨这件事 就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 可是相识相恋八年以来 陈锋一直对我非常好 结婚五年 因为我身体原因 一直没有生育 陈锋从来不给我压力 还帮我应对婆婆的刁难 尤其是去年秋天 我怀孕却不自知 结果因为父亲去世 过于悲痛 导致流产 弄掉了我们人生中 第一个孩子 陈锋不仅没有责怪我 还一直陪在我身边 安慰我 给我温暖 我陷入迷茫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两久 我还是对律师闺蜜说 宋林 帮我做一份离婚协议吧 我想离婚 第二天早晨 陈锋回家了 当时 我通过网络 联系了一家私人侦探 下单让他们帮忙调查 主播甜心和陈锋之间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暧昧不清 我知道这毫无意义 但是我控制不住想知道 我们八年的感情 究竟从何时开始变质的 陈锋一回家 惯例凑到我身前 亲吻我 从前 我只觉得 他这个习惯浪漫 如今 我下意识开启找茬模式 试图从他身上 找出另一个女人的痕迹 抱歉老婆 昨晚陪客户喝大了 担心太晚回来吵着你 就在宾馆歇了 不说了 一身酒胃 我回房去洗澡换衣服 我下意识悄悄跟着他 一起回到卧室 透过门缝 我看着他脱下上衣 露出左肩上的心形胎记 同时 我敏锐看到 他裤子上 沾着一根绿色长发 和甜心一模一样的 长度和发色 昨晚直播的一幕 又在我脑海中出现 我突然觉得十分恶心 我控制不住 干呕起来 陈锋转身看见我 连忙换上上衣 他走过来 给我拍背顺气 你这是怎么了 哪不舒服 要不要送你去医院 说着 他似乎想到什么 突然问我 莎莎 是不是有了 我郑住 我大姨妈 确实已经迟到半个月了 但自从上次不小心流产 我的姨妈妻一直不准 之前我就没放在心上 陈锋连忙去床头柜 取出燕运棒 交到我手里 十五分钟后 结果显示两条杠 我怀孕了 陈锋喜不自胜 恨不得立刻将喜讯宣告全世界 我低头 抚摸着肚子 心中五味杂陈 我期盼已久的小生命 天天是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生命里 陈锋终于察觉我不对劲 莎莎 你怎么看上去不高兴 我叹口气 陈锋我们谈谈吧 陈锋似乎已经预感到什么 陈锋先扶我在床上坐好 然后忐忑蹲在我面前 沙沙 我没多说话 直接伸手 从他库腰位置摘出那根绿色长发 昨晚的客户的头发 他把你后背都抓花了 陈锋立刻跪在我面前 对不起老婆 昨晚我酒后乱性 但我保证 以后我不会了 我保证收心 再也不做对不起你的事 我心痛到无以复加 事到如今 陈锋还是没跟我说实话 他和甜心 绝不是酒后乱性那么简单 陈锋在我面前指天发誓 但他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信 我只对他说 让我们彼此冷静一下 知道丈夫出轨后 我本想离婚 但这个突如其来的孩子 搅乱了我的计划 我需要一段时间 冷静思考未来 我是不易受孕的体质 结婚以来 为了求子 没少求医问药 可孩子这时候 突然到来让我喜忧参拜 陈锋兴奋的不行 立刻带我去医院 抽过血后 我和陈锋并肩 坐在医院沙发上 等待检查结果 我沉默 陈锋突然抓住了我的手 老婆对不起 看在孩子的份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一想到你不要我 我就觉得不能呼吸了 陈锋说着哭了出来 我一时有些动容 就在这时 陈锋电话突然响起来 莎莎抱歉 秘书说公司急事 我得开个电话会议 你放心我一会回来 陈锋跑出去打电话了 他的秘书是男的 可我明明听到 刚才电话里是个女的声音 虽然没听清 但是很像那个主播 我强制自己不要动怒 毕竟为了腹中的孩子 结果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出来了 我捏着化验单 我竟然没有怀孕 验孕棒的准确率 大概有90%以上 但是我恰好是属于不准确 那10% 拿到结果 我反而松一口气 离婚吧 此刻的我 只想和陈锋好聚好散 天在此时 律师闺蜜打电话问我 莎莎 你家所有财产 包括房产 汽车 公司股份 全都在陈锋名下 这是你清楚吗 我闻言一惊 这怎么可能 陈锋是从贫困山村 考进高校的凤凰男 家里一贫如洗 我是家中独女 我父亲白手起家 创立了荣广珠宝公司 并将其经营成一家大企业 陈锋算是入赘到我家 由于我不懂经营 于是我父亲一手栽培女婿 甚至将他提拔为公司经理 可是父亲去世前 担心我单纯被骗 于是将所有财产 都放在我名下 包括公司的股份 闺蜜的话 让我遍体声寒 我立刻把结果放好 调整心态 去找陈锋 我告诉他 先回家 医院遗弃出了问题 两天之后再来拿结果 他要稳住 他先搞清楚财产状况 陈锋没有怀疑 把我送回了家 等他离开 我连忙让人去查 果然 被闺蜜说中了 现在 本属于我的财产 居然全都转移到陈锋名下 突然间 我想到了过往一幕 当时父亲刚去世 我陷入巨大悲痛中 必须靠服用药物 才能稳定情绪 用药后 整个人浑浑噩噩的 陈锋曾哄着我 签下一系列合同和空白文件 当时没有多想就签了 现在想来 一定是陈锋在那个时候 动了手脚 枕边人居然一直暗中 对我下手 一时间 我只觉得遍体声寒 陈锋为了钱 居然趁我生病 哄我签下文件 骗光我的家产 这种毒蛇一样的男人 我无论如何 不可能跟他继续生活下去 我开始清点财产 发现除了保险柜里 五十万现金 和一些珠宝首饰 我居然只剩下 存在保险柜里的 十几块翡翠原石 那是在母亲怀我时 我父亲特意买下来 为我庆生的礼物 母亲死后 那些原石一直存在 银行保险柜里 时间一久 我就忘了 因此没有告诉过陈锋 大学毕业后 我就嫁给陈锋 从此悠然惬意 当全职太太 从小到大 我从未因金钱 产生过焦虑 直到现在 我手着手上 仅有的五十万 终于焦躁了 五十万现金于 普通人家 也许是一笔不小的钱款 可相比于我的家产 只是九牛一毛 想用这点钱 撬动荣广珠宝 现在的当家人陈锋 更是难如登天 我去找闺蜜咨询 可惜 现有的法律 并不能帮我达成目的 正在我陷入困境时 私家侦探的报告 姗姗来迟 我是在刚得知 主播甜心和陈锋油染时 让侦探去调查的 但后面发生的事情太多 我就把这件事 忘在脑后了 侦探突然发来调查结果 跟我结算为款 我把钱打过去 点开了侦探发来的邮件 然而 就是这封邮件 向我揭开了一个 更加残忍的真相 主播甜心 本名唐小甜 今年刚刚22岁 刚做主播不到半年 而做主播之前 他曾经是一个华人医院护士 而我父亲中风后 一直在华人医院治疗 我看着私家侦探 从医院监控中 截取一张照片 上面清楚显示着 就在我中风老父亲的病床前 他们两个搂在一起亲吻 照片上显示的时间 赫然是我父亲亡故之日 我父亲 竟然是被这对狗男女 活活气死的 得知真相的一瞬间 我只有一个念头 我不仅要拿回家产 我还要让这对狗男女 血债血还 我打电话给闺蜜 宋林帮我伪造一套运检报告吧 两天后 我拿到了运检证明 看着已经妊娠一个月的报告单 陈锋激动地吻了我 我推开了她 告诉她我要安胎 不能动情 对于她的触碰 我真的感到 从来没有过得恶心 当天晚上 我打电话给陈锋 骗她说我身体不舒服 陈锋果然立刻 开车回家照顾我 我知道她骨子里是个 具有很强传宗接代 乡土观念的男人 我故意在她面前 哭得梨花带雨 说我恨她出轨 但是又舍不得孩子没有爸爸 最终在没引起她怀疑的情况下 和她实现和解 陈锋重新变回 往日里的24校好老公 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照顾的体贴入微 如果不是已经知道她的真面目 我大概依旧会觉得 自己活在蜜罐里 这天 她特意又亲自买了很多 适合孕妇补身体的食材 回到家时 我端着平板电脑 将屏幕放在她面前 老公 怎么样 你喜欢这种吗 她顿时瞳孔地震 莎莎 你干什么 要让我看这个 我给她看的 正是甜心宝贝的睡衣直播 看着她心虚的样子 我心中冷笑 我故意装作很难为情的样子 前些天我也做了自我检讨 你出轨的事 不能全怪你 我爸去世后 我一直没走出阴影 化妆打扮的心思都淡了 才让你失去新鲜感 我想换种风格 今天朋友向我推荐了这个主播 这种可爱性感风 你喜欢吗 我买下这种睡衣 穿给你看 好不好 我努力把自己脸颊憋红 做出害羞的样子 陈锋听罢 笑着说 可以 我在陈锋面前 刷了一个最高价值的礼物给甜心 还跟他说 以后我会用心跟主播学习 保持婚姻新鲜感 陈锋不知想到了什么 那天晚上 嘴角一直翘着 自从怀孕以后 我借口自己体质不佳 加上有流产历史 必须更加注意保养 一直和陈锋分房睡 当晚我躺在床上 利用病毒程序 远程监视着陈锋和唐小田 微信撩骚 病毒窃听程序 是在他搬回家后 我趁他去洗澡 偷偷在他手机里植入的 私家侦探在线指导 包交包会 狗男女微信聊天里 唐小田得知 我在向他学习 发出了哈哈大笑表情包 还跟陈锋吐槽 我是个蠢女人 我冷眼看着一切 心想 是时候开始撒网了 我拿出另一个手机 用新注册的小号老板马哥 关注了主播甜心小宝贝 接下来几天 我刷着陈锋的信用卡 用小号不断给主播甜心刷礼物 疯狂打赏 很快成为主播甜心的铁杆金主 我把老板马哥包装成一个 对甜心一见清心 为他吃喂他 狂喂他 框框撞大墙 家里有矿的土豪老板 屡次提出 只要甜心答应嫁给他 他愿意立刻跟黄脸婆离婚 再用千万聘礼赢取甜心 这种话 甜心刚开始当然不信 但几天下来 我三十万打赏砸下去 甜心的态度悄然发生改变 随着打赏金额越来越多 他渐渐地开始动摇 我拿着手机 以马哥的名义 跟甜心微信聊天 内容越来越露骨 我相信再过不久 甜心就被败倒在 马哥的金钱攻势之下 我用充满兴慰的眼神 看着在我面前 百般体贴的陈峰 他还不知道 他的头顶 已经被我种下一片青青草原 你以为 这就是我的报复吗 不 这只是开始 我在微信聊天框里 打下以下几段话 甜甜 我是真心爱你 为了你我 已经跟黄脸婆离婚了 只要你答应 我就来娶你 千万聘礼不打折 甜甜 像我这样肯为女人 花钱的男人不多了 要是不放心 咱们约个时间见一面 让你看清我马哥的实力 绝不是骗你 甜甜 哥的真心就在这 别让哥哥我失望 梁九 对面传来甜心的回复 哥 你再让我想想 见他一动 我立刻再加一把火 我知道你有情人 但是我不在乎 你去问问你的情人 他肯不肯娶你 他绝对不肯 男人出来都是玩一玩 只有马哥 我对你是认真的 这几天 自从我父亲去世 陈锋就把他乡下老家的亲戚 纷纷安置进公司里 比如这个陈鹏 不过是小学毕业的文化 如今居然是堂堂总助 他殷勤接过我手里的汤品中 其间手指似乎不经意 在我手上摸了一下 我看了他一眼 他一脸微笑 似乎没事发生一样 我却知道 陈锋这个堂哥 是个好色的 他看着我的目光 经常带着色咪咪的味道 只是他掩饰得好 如果不是我这个人敏感 也感觉不出来 陈鹏暗地里一直觉得 陈锋就是个小白脸 靠着入赘进我家飞黄腾达 在某次家宴醉酒后 他曾说 论长相 我比陈锋也不差什么 当年要是我傍上千金大小街 照样飞黄腾达 我觉得或许可以将他作为一个突破口 利用他查清陈锋将财产转移去了呢 他一路送我到陈锋办公室门前 一路上我问了他的薪资待遇 一脸忠厚老实样子 都是自家亲戚 我这水平能养家糊口就满足了 不像陈锋能干 把公司经营的风声水起 话语间对陈锋的艳线 溢于言表 走到办公室门口 我接过汤品中 学着他之前的样子 手指撞似不经意在他手背上滑过 我笑道 堂哥真是会说话 陈锋哪有你说得那么好 等有机会 我让陈锋提拔提拔你 以堂哥你的相貌人品 只当秘书可惜了 不等他回应 我静止走进办公室 转身关上门时 对他别有深意笑了一下 陈锋看见我 很惊讶 莎莎 你怎么来了 我笑着地上汤中 你最近总加班太辛苦了 我带点汤来给你补补 实际上 我在汤里加了一些 带有催情作用的药物 送完汤 我就离开公司 坐上车等一会儿 果然 没过多久 陈锋的车 从公司大厦驶出来 我立刻开车跟上 我现在开的是 家里保姆出门买菜的小破车 一点不惹眼 不担心陈锋发现 没过多久 陈锋的车停在附近 移动居民楼下 这是陈锋买给唐小田的艾巢 我打开手机窃听装置 随即艾巢里的动静 透过手机监听 传到我耳中 他们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床上运动 那声音听着我头皮发麻 然后 唐小田趁着床暖情浓 向陈锋逼婚 但是陈锋没有同意 唐小田的声音委屈巴巴 陈锋 你总说会离婚 然后娶我 我跟了你快一年了 你还是不肯离婚 你是不是在骗我 陈锋解释 我怎么会骗你 原本我是想等彻底 吞掉荣广珠宝 就跟徐莎莎离婚 可现在她怀孕了 那是我第一个孩子 我必须等孩子出生 唐小田撒娇 可是十月怀胎 等她生出来 我不就忍老猪黄了 陈锋 你对我最好了 你现在就去跟她离婚 孩子我给你生 我会给你生好多宝宝 好不好 可惜 无论唐小田 怎么说 陈锋都没同意 最后 唐小田气急了 陈锋 我现在就去找徐莎莎 跟她说 你爱的是我 你不肯离婚 我去逼她跟你离婚 她刚说完 监听设备中 传来一个清脆的耳光声 唐小田惊呼 你打我 陈锋 你居然打我 回应她的是 陈锋立贺声 不准去找我老婆 否则 但凡孩子出现一点问题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着 她起床穿衣服 摔门离开 我躲在车里 看着陈锋离开后 掏出手机 用马哥小号 联系唐小田 趁虚而入 更容易攻破对方心防 果然 这个马老板在约唐小田 唐小田立刻答应见面 我心里已经有了 扮演马老板的合适人选 陈鹏 我打电话给陈鹏 约他见面 晚上餐厅里 他早早到了 见到我来特别高兴 我留意到 他特意做了新造型 看着我的眼神里 满是志在必得 看起来 他是真的有心要走 老板娘我不想 努力了这个路线 我开门见山 直接告诉他 有个网红主播 骗了我几十万 我要恶整他一番出口气 陈鹏立刻表示 要为我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半个小时后 陈鹏假装是 富商马老板 和唐小田 约会正式开始 我坐在餐厅角落 将这出浪漫求婚 看了全场 只见陈鹏 单膝跪在唐小田 面前 手里 举着一个钻石戒指 一脸深情的样子 田田 我是真的爱你 答应嫁给我 好不好 那颗钻戒 是我保险箱里的 藏品之一 颗拉束足够大 闪得唐小田演运 戒指套紧他手指上 那一刻 他娇羞着 扑到陈鹏怀里去 马哥 你对我真好 我找好角度 拍了几张照片 存在手机里 之后的烛光晚餐上 唐小田对陈鹏说 抱歉马哥 我虽然答应你的求婚 但是我不能立刻嫁给你 因为 我和前男友 还有一些事 没有处理明白 陈鹏立刻关切 什么事情 需要我帮忙吗 唐小田立刻摇头 我前男友之前 跟我借了一大笔钱 我得让他还给我 不过你放心 我手里有他的把柄 他一定会给我的 你等我一个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内 我一定去跟你领证 结婚办婚礼 好 陈鹏回答 我简直要笑出声来 这居然还有意外收获 陈锋当然不可能 向唐小田借钱 最有可能的情况 应该是 唐小田掌握了 陈锋的把柄 他跟了陈锋将近一年 收集到一点把柄 很正常 唐小田马上要更换金主 本着废物利用的心态 打算从陈锋身上 榨干最后一点好处 我很好奇 唐小田掌握的证据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他这么肯定 陈锋会乖乖投降 事情越来越精彩了 我很期待后续 陈鹏开着我租来的豪车 体贴地把唐小田 送到居民楼下 随即折返到我身边 我问他 怎么样 一切顺利吗 他一脸兴慰看着我 莎莎 原来你已经知道 陈锋出轨了 我心里一惊 条件反射想要否认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陈鹏笑咪咪 坐在我旁边 刚才那位 是陈锋的小情人 我曾经见过他来公司楼下找陈锋 不过你放心 他没见过我 陈锋让我进公司上班 只是看在我和他是亲戚的份上 实际上 他根本不信任我 也从不让我知道他的秘密 他眼睛里闪着贪婪的光 你是不是想利用那小三的事 起诉离婚 让陈锋净身出户 我心中暗笑 陈鹏还以为 我是身家过亿的千金小姐 打着弄走陈锋 自己上位的小算盘 才会在我面前大献殷勤 如果被他知道 我的家底全都被陈锋掏空 只怕他现在就是另一副嘴脸了 此时我很庆幸 陈鹏是个蠢人 我索性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堂哥 你也是知道 荣广珠宝是我爸爸一手建立的 是我家的产业 现在陈锋吃我家的 拿我家的 还在外面偷吃 这个我受不了 我要给他一点教训 陈鹏文言 立刻将手搭在我手上 莎莎你放心 只要你说的 我全都帮你办到 等咱们收拾了陈锋 我一定让你过好日子 不过 我上个月去澳门赌博 欠了一点债 你能不能 先给我点零用钱 我忍着恶心 对他虚予为疑 我让陈鹏利用秘书身份 帮我复制了一套 荣广珠宝的全部账目资料 我找专业审计人员 对这些资料进行审计 由于荣广珠宝是家大公司 账目复杂 这个审查预计要一周左右 才能出结果 为了稳妥起见 审计这笔钱 没用陈锋的银行卡付账 我转卖了存在银行保险柜里的 一块翡翠原石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惊动陈锋 在这期间 我又亲眼围观了陈锋和唐小田的 敲诈撕逼大戏 这一次我联系了计算机专业人员 黑进了唐小田家的家庭监控 我坐在沙发上 我手里的平板电脑屏幕 一针一针如实直播着现场情况 唐小田家客厅里 陈锋不复往常斯文有理的形象 他嘶吼着唐小田 你是不是疯了 居然敢开口 跟我要五百万 你配吗 唐小田淡定拿出一个U盘 还记得这个吗 只见陈锋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这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 陈锋伸手夺过U盘 死死攥在手里 唐小田 你居然敢背着我使手段 即使隔着屏幕 我都能看到他手被青筋抱起 想来里面的内容一定很重要 他一步步逼近唐小田 让我怀疑自己 马上要目睹一场杀人事件 唐小田面色不改 里面的我已经做了备份 一旦我出事 里面的证据就会被送到公安局 到时候 你侵占公司财产的事情 就会败露 还有 当初徐沙沙他爸怎么死的 你还没忘吧 住口 陈锋强忍着怒气 忽然 唐小田的态度 发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他眼眶盈泪 转眼间哭得梨花带雨 陈锋 我不是要威胁你 我就是怕了 你总是不肯跟徐沙沙离婚 我心里慌啊 我已经二十二岁了 青春没有多少年可以耽误了 唐小田小手扯着陈锋袖口 如果你现在答应去跟你老婆离婚 我二话不说在这等着你 你怎么选 给我一笔分手费 还是娶我 唐小田掐准了陈锋 是个吃软不吃硬的 他态度一软下来 气氛立刻不再剑拔弩张 陈锋 你还记得吗 你岳父那个死老头子 撞见咱们俩在一起 还是我狠心出手 一棍子把他敲晕 才让他瘫痪的 也是我签关系 买通医生 让他做出中风瘫痪诊断的 办上后 陈锋叹口气 三百万 过几天我会转账给你 唐小田还想再挣扎一下 被陈锋力声压制住 最多就这些 这还是看在你跟了我一场的份上 不然别怪我心狠 唐小田最终点头 看着唐小田嘴角满足的笑容 我恨不能穿过屏幕手撕了他 我本以为在我父亲面前勾搭不清 将他活活气死 已经是这两个人作恶的极限 万万没想到 连我父亲瘫痪进医院这件事 都是他们干的 我死死咬着牙齿 恶狠狠盯着唐小田 是时候 由我亲自去会会他了 我的车停在唐小田家楼下 我在车里透过监视器 看着他欢快地布置家里 准备一场浪漫约会 我知道 这几天他和马老板打得火热 已经几次去酒店开房了 他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但我不会如他所愿 我拿出新买的不记名手机卡 将一张照片发送出去 并配上一句话 陈锋知道你把它绿了吗 照片就是我在 陈鹏和唐小田 当面求婚时偷拍的照片 我很清楚 陈锋答应给唐小田 一笔不菲的分手费 既有受威胁的成分 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顾念两人曾经在一起的感情 一旦让陈锋知道 唐小田另有新欢 这笔钱 不会那么轻易 落入唐小田手里 有钱人能做出的恶事 远超你能想象 果然 没过多久 唐小田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你是谁 我用变声器将自己声音 伪装成中年难低音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想拿回照片 就按我说的做 唐小田急切低声嘶吼 你是不是想敲诈 你信不信我报警 我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狂热喜欢主播的私生饭 15分钟后 荣广珠宝大厦对面咖啡厅 我会让你看到真相 甜心小宝贝 我一定要让你知道 这世界上我才是最爱你的人 说吧我放下电话 15分钟后 陈峰和陈鹏路过那家咖啡店 这是我提前跟陈鹏确定好的情报 我很期待 唐小田看见他前后两刃金竹走在一起 会是什么表情 唐小田的住处离荣广珠宝很近 他战战兢兢来到咖啡店前时 我又拨通了他的电话 让他坐在挨着路靠窗的座位上 很快 陈峰和陈鹏两人从玻璃窗前经过 我躲在暗处 看着唐小田把眼睛瞪得溜圆 显然他受到不小惊吓 更有趣的是 此时陈鹏牢记秘书的身份 走在陈峰身侧偏后位置 一看就知道是他手下 透过变声器伪装的男低音 我将早已编造好的真相告诉他 甜心 你看到了吗 那个像你求婚的人 根本就是你男朋友 派来试探你的 我偷听到他们准备要搞你 甜心 只有我才是真的爱你 唐小田吓得落荒而逃 不久后 我那部用来伪装土豪马老板的手机 嘟嘟嘟提示有微信消息 我打开来看 都是唐小田发来的 他变着花样 试探马老板真实身份 他在微信里威逼利诱 还时不时怀念两人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文笔很好 看得很能引起共情 可惜 我不是男人 是他的仇人 我晾了半天 终于大发慈悲 发消息给他 大概表达一个主题思想 既然被你看出来 那我也不掩饰了 陈锋是我老板 他一直怀疑你 对他不够忠心 怀疑是你偷走了一份资料 才派我试探你 可是我在跟你接触过程中 爱上你了 一夜夫妻百日恩 我也不想你死 你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陈锋已经花钱买好了凶手 准备送你归西 珍重 又过了十几分钟 等唐小田如同惊弓之鸟时 我又用狂热私生粉丝的身份 告诉他不要怕 窜多他先下守围墙 先把陈锋送进监狱 他就安全了 一天之间连续遭受几次惊吓 唐小田彻底崩溃了 两个小时后 我回到家里 天色已经将近傍晚 陈锋正在给我做饭 自从出轨被我发现 又查出我怀孕以来 他经常回家给我做饭 厨房灯光暖暖的 我却只觉得心冷 陈锋就是个恶魔 害死我父亲 也毁了我的生活 我走近他 拿出手机 老公 你还记得之前 我追的那个卖睡衣的性感主播吗 他身体微微一僵 我继续说 他有个男朋友 就在刚才 他去警局报案 把他金主举报了 陈锋嘴角强扯出一个笑容 你听谁说的 网上新闻看到的 说着 我掏出手机 翻开我找人炮制的假新闻页面 我继续恐吓他 他男朋友 不仅侵吞了公司财产 身上还可能背着人命官司 据说 能判刑坐十几年的牢 你说现在 关进牢里 十几年不跟外界接触 出来时 肯定跟不上时代了 我看到陈锋手背 青筋高高隆起 我转过身 将一把锋利的刀子 塞进了他西装口袋里 他假装没事 沙沙 我突然想起 公司还有事情没处理完 饭菜我已经做好了 你先吃吧 说完 他摘掉围裙 随手扯过西装 搭在手臂上 急匆匆出去了 二十分钟后 我手机里传来了 陈锋站在 唐小田公寓前的画面 我之前就在他门前 装了微型摄像头 我赶紧用账号 给唐小田发了一条消息 陈锋逼急了 要过去杀你 赶紧跑 然后 我就听到 砰的一声巨响 房门重重关上 里面传来了 激烈的金属碰撞的声音 深夜 一件凶杀案 登上社会新闻 荣广珠宝公司总经理陈某 与其情人唐某发生冲突 期间 陈某将唐某误杀 警方迅速出警 将凶犯陈某抓获 沙发上 我的手机嗡嗡作响 这些电话信息 全都是来向我慰问 或者向我打听情况的 我任由手机吵闹 静止走到我附近一向前 点燃一柱清香 爸爸 女儿给你报仇了 我不知道的是 夹杂在狂轰烂炸一般的电话里 有几条属于陈鹏的求救电话 陈鹏克制不住赌徒本性 又欠下赌债 在被高利贷追债过程中 他向我求救 得不到我的回应 高利贷要砍掉他一截手指 他怕了 拼死逃走 不料在逃跑过程中 失足从楼梯上跌落 摔成了傻子 我站在父亲一向前 看着香烛渐渐燃尽 我的思绪回到几个小时之前 就在唐小田去警局报案之后 我立刻拿着之前审计账目的结果 去警局报案 并请求冻结了陈锋的所有财产 我断定 以陈锋的骄傲个性 得知东窗事发 他不会乖乖束手就擒 他只会逃走 而逃走 需要一大笔钱 在所有财产被冻结后 陈锋只能去找唐小田 因为就在今早 陈锋刚刚将分手费300万 打进唐小田账户里 如我所料 陈锋和唐小田起了剧烈的冲突 几天后 网络上竟然传播着 他们两个当日冲突的视频 原来正对客厅窗户的邻居 记录了这一切 传到了网上 画面里 唐小田手中握着一把菜刀 惊慌失措地往陈锋身上砍去 陈锋被砍伤 震怒惊慌打斗中摸出了刀子 直接刺向了唐小田的心脏 看着唐小田 倒地血鼓鼓流出 我一行泪水滑落 一个月后 陈锋因故意杀人罪 侵占财产罪被判处 无期徒刑 终身监禁 我特意去监狱探望他 隔着厚厚的玻璃 他拿着话筒 恳切哀求我 沙沙 我知道我有罪 但孩子是无辜的 求求你 一定让他平安降生好不好 求你了 我看着他 轻轻地把一张纸 放到了他的面前 这是我的真正的运简单 只一眼 陈锋就正住了 我对他一笑 我并没有怀你的孩子 所以我和你再无瓜葛 什么 你说什么 你竟然用孩子骗我 陈锋声音颤抖 我俯下身轻声说 你们俩真是一对听话的演员 作为导演 我对这个结局很满意 说完 我转身就走 留下尘封惊恐的眼神 和无尽的咆哮 走出监狱 我抬头看 焦阳当空 温暖大地 筹已报 情已断 我该开始新的生活了 我抬头看